在这一边呢我有一个QBOARD长方体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长宽高 这比例是5比X2比3 然后我知道Volume是长层宽层高 然后他就位置是1515X2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说他的那个长宽高都增加了20% 然后他的高变成了7.2 OK他的高就变成了7.2 所以我知道呢他的那个high OK我原本的high 然后乘以120%会是等于7.2 所以我原本的high呢 会是乘以120%等于7.2 所以我的high是7.2乘100除以120 所以我用计算机来按720除120的话 拿到的是6 所以我原本的high呢 其实是6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找到这一边我可以找到的 就是说我的lang呢 其实是这个 lang等于5乘6除3等于10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x2呢 会是等于x2 OK x2我暂时找不到 但是我知道他的volume呢 真正的号码是这个1920 OK 所以这边我也交叉成 所以我的15x2等于1920乘3除6 所以1920乘3除6 我按计算机的话 我拿到的是960 所以我的x2会等于960除以15 然后除15的话我拿到的是64 OK 64呢 其实是8的square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8 OK 所以我其实是拿到我的那个x OK 所以我的x等于8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的新的 他现在要的是他新的那个ratio OK 他们新的那个有没有改变 所以我的那个新的high呢 我新的high是7.2 然后我的新的那个lang呢 是5乘120% 然后是5乘1.2 然后我会变成6 然后我新的那个riff呢 会是x'64 64乘120% 所以是64乘1.2 然后我拿到的是76.8 OK 所以其实我的这一个7.2比6比76.8呢 呃 我可以变成72比60比768 然后全部一起再除12的话呢 72除12 我拿到6 然后这个是5 哎 60除 这个是 不是 这个是 嗯 嗯 然后这个是5 然后我的那个768除 那个12的话 我拿到的是64 所以它其实还是5比64 所以它其实还是5比64 比4 5比64 比3 72 比3 啊 算了 我给我这边的这个ratio 其实是这样 然后我要新的volume 这边我错了 OK 我新的那个volume呢 会是等于7.2乘6乘76.8 OK 所以7.2乘6乘76.8 然后我拿到的是 呃 3317.76 cmq OK 我的那个a的部分的ratio是1.2乘5 1.2乘x 1.2乘3 为什么是1.2呢 因为它加20%丢100%加20% 等于120% 120%呢 其实会是等于 百分之 10 120 所以是1.2 所以 它这边都乘1.2 然后我全部一起又除1.2 所以它ratio是没有改变的 OK so我在这一边 我找出它的新的那个high 新的lang 新的v 然后我再找出它新的volume 是直接这样乘出来 就可以了